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两千七百七十四集 这是一架全球顶级的医疗急救专机 机舱内空间很大 各种医疗的设备齐全 里面则有一张医用的护理床 陈老此刻已经被妥善地安排到了护理床上 几名医务人员陪在床侧 利用仪器监控着陈老身体的状况 徐之源则是坐在了靠窗户一边的座椅上 冷冷地看着刚进来的林宇 低声说道 你来得倒是挺快 不过你仍旧只剩下两分零二十秒 徐之源低头看了看手表冷冷说道 徐秘书我已经研制出了能医治陈老的药了 林宇也顾不上跟他拉扯 开门见山 这两天陈老的病情之所以一直没有改善 那是因为经过了多日的消耗 老人家身体虚弱得很 免疫力也很低 只要将陈老的身体机能提上来 那他就会立刻好转 其他重症病人已经在这两天的治疗里 病症有明显的改善了 彻底治愈也是时间问题 这说明这两日的治疗方案是没有问题的 徐之源冷漠地敲击着桌面 他望着窗外没有任何的反应 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一般 徐秘书 我知道 你现在已经对中医丧失了信任感 但是 治病是个复杂的过程 并不是一措而就的 需要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尝试的 我们尝试了这么多天 现在终于看到希望了 眼见着就要成功了 你就甘心 这么多天 这么多人的努力复制东流吗 徐之源眉头皱了皱 略微迟疑了一下 接着 他再次低下头 看看手腕上的手表 你还有三十秒钟 徐秘书 你就让我最后再试一次 再给我几个小时时间 如果到了零点 陈老的身体状况 还没有丝毫改善 那我绝对不再阻拦 任由你将陈老 送去世界医疗工会 按照原先说好的 最后三天治疗时间算 本来就应该到晚上零点 才算是真正到了时间 林宇不明白 现在离着零点 还有六七个小时 徐之源 为何就要违背 一开始的诺言 坚持立刻将陈老 送去世界医疗工会呢 不惜 陈老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 徐之源沉着脸冷冷说道 世界医疗工会那边说过 像陈老这种年龄 和重症的患者 越早送过去 救治的希望也就越大 我已经让陈老拖得够久了 不能再让他 最终真的葬送 在你们这帮雍医手里 说着他恶狠狠地盯着林宇 林宇闻言 眉头微微一皱 略一沉思 世界医疗工会 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 但并不是绝对的 曾老的身体状况 我最了解 这两天的治疗 虽然没有将他的病症减轻 但是起码 他的病情是控制住了 所以早去六个小时 或晚去六个小时 绝对不会对最终的救治效果 形成太大影响的呀 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 徐之源勃然大怒 他瞪着林宇 历声质问 何家荣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为了你自己所谓的狗屁神医生育 竟然无视曾老的生死 你还是人吗 在他看来 林宇之所以说出 晚去几个小时 没有影响 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不过是为了抱全自己 在这世界中医协会会长的名誉而已 为了一己私利 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了 徐秘书 我何家荣 为了夺回那份 属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件 我可以连命都不要 你觉得 我会在乎这点虚名吗 听到他这话 徐之源脸上怒意 逐渐消散下来 胸口一起一扶 憋过头去 他不敢跟林宇对视 他心里面 不由生出几分愧疑 是啊 人家刚刚才从边境浴血奋战 九死一生归来 替祖国和人民找回了遗失十多年的文件 他却说出了这种扎心窝的话 确实有一些过分 徐秘书 我是个医生 我的职责是救治病人 陈老是我的病人 我比你更在乎他的生命安危 我敢拿生命担保 我刚才说的话句句属实 如果世界医疗工会那边 是要用抗生素给陈老进行医治的话 那早去几个小时 晚去几个小时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徐之源低头沉默不语 似乎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挣扎 沉默了半上 他这才缓缓抬起头来低声说道 对不起何会长 我还是不能答应 林语神色已暗 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 他猴头顿时一梗 仿佛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一半 一时间难以说话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付出 徐之源眼中虽然没了刚才的盛气凌人 但是却带着一股绝绝于冷漠 他沉声说道 送河会长下飞机 通知机长 准备起飞 是 秦翰答应一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冲林语低声说道 河会长 请下飞机吧 他看着林语满脸失落绝望的模样 也有一些愚心不忍 但却又无可奈何 林语呆呆地望着徐之源 站在原地没有反应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河会长 秦翰低声提醒 麻烦您下去吧 话音刚落 一旁两名身材健壮的保安 立马凑到跟前虎视眈眈地盯着林语 似乎想要用墙 须密说 我再说最后一句 几个小时 不会决定 曾老的生死 但会决定 十几亿华夏人的尊严 决定数千年来 华夏中医的兴衰 如果这次我们跪下去了 那不是我们这辈子 就连我们子孙后代都别想站起来 说完这话 林语转过头去 快步走下飞机 秦翰微微已正 也立马跟了下去 徐之源眉头紧簇 神色比先前更为凝重 林语这番话所说的声音并不大 但却如同一块巨石一般的死死压在他胸口 让他呼吸都困难 林语从飞机上下来之后 天已经黑了 远处天边残阳 边缘尽数没入地面 最后一丝光明彻底地消失了 黑暗笼罩了整个大地 一如他此时的心情一般 他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 也在落日的那个刹那云灭了 这一刻一股巨大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他穷尽所有 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何会长 需要我派人送您吗 秦翰低声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林语轻轻地摇摇头 但是眼中却是涌满了迷马 回去 回哪儿去 此时再回疗养院还有任何意义吗 那您慢走 秦翰咬了咬牙 无奈地低叹一声 林语转身 迈着沉重的步伐 朝着机场后门方向缓缓走去 一直到林语 走出数百米 一个黑影突然间 从飞机上窜下来 冲着林语这边急声追过来 大声地说道 何会长 等一等 请等一等 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